继续来关心台美关系升温 甚至有望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现在AIT也公布了 美台安全合作的回顾影片 在这当中有很多珍贵的画面 稍后来看 先来看如果说真的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 这对台湾产业界来说真的是好事 何树董事长佟子贤就乐观看待台美关系 面对红色供应链崛起 佟子贤认为供应链其实是不分颜色的 产业趋势才是关键 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 也相当肯定台湾在疫情后 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时刻 可以扮演关键角色 台美关系像是添了柴火 升温再升温 那台湾产业也会跟着暖起来吗 何树董事长佟子贤乐观看待 台美关系在做各种各样的提升 我们对于它能够促进 跟带动我们的经济 当然是表示欢迎 不过身经百战的佟子贤 面对中国企业动作频频 甚至有红色供应链的崛起可能 他也必须拿出因应对策 在我的观点里面没有太多 红色绿色蓝色这样的区别 供应链就是供应链 简单讲是产业趋势大过 颜色的选择 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 丽英杰则肯定台湾 在全球供应链当中 能扮演关键角色 新一轮的台美经济商业对话 就要启动 预料也能更加推进台美关系 对台湾企业来说也更加有利 华世新闻 罗里云黄昭盛台北报道